根据蒙特利尔银行的调查,59%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冲动购物,他们主要购买衣服和鞋子,也有人大吃一顿,犒劳自己。 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受访者曾经因为情绪波动而导致冲动购物,55%的人只是因为打折便购买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受访者平均每个月在一些平时想要但没有用处的东西上的开销是310加元。 BMO指出,如果能够控制冲动购物,这些人能剩下这310加元的三分之二。 理财专家建议民众设定预算,多利用网上工具追踪每个月的花销,这样有助于减少冲动购物。 而存款不足则有可能让消费者在面临诸如修房子或失业这样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在受访者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后悔冲动购物。 43%的人每月的支出大于收入,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需要靠借债来弥补冲动购物的花费。 如果按年龄来划分,30岁以下的民众更容易冲动购物,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会买一些他们根本就支付不起的东西。 而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的自控能力要差,但这是由于男性消费者更加钟情价格高昂的电子产品所致。